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是三国演义开篇之剧 短短12个字,倒进了中国王朝更替的宿命 大分裂之后必有大一统 大一统之后又难免大分裂 在每一个缔造辉煌时代的强大王朝背后 接踵而至的都是笼罩整个帝国的巨大阴影 正如强盛一时的汉朝最终分裂成三国乃治 演变成数百年占万的南北朝 空前繁荣的唐朝也因为安史之乱与皇朝之乱 彻底丧失了统治基础 进入到了五代十国的群雄争霸中 五代即是唐末送出这段时期 先后主宰中原的强国梁唐晋汉州 那么与之如影随形的十国又是哪十国家 天下大乱这十个国家又是如何建立的呢 汉末之所以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曹操南下大军在赤壁大战败北 丧失统一全国的最好机会 自然是个关键因素 唐末乱世的情形与此也有类似之处 唐昭宗前宁四年十二月爆发的清口之战 相当于唐末的赤壁之战 此战实际上是当时中原最大的军事集团 朱温与杨行蜜之间的对决 而杨行蜜便是十国之一 吴国的建立者 杨行蜜 卢州人 虽然出身贫寒 但身材高大 力举百斤 一天能走三百里路 唐朝末年 淮南一带盗贼寻起 杨行蜜也加入其中讨生活 后来被官府抓获 不过他却因为天生意向 受到当时卢州自使正起的赏识 侥幸没有被杀 死里逃生的杨行蜜不再做贼 而是应目当兵 开始了航武生涯 他为人宽人雅信 能得是金 后来撰写新武代史的欧阳修 就称赞他是道义有道 只是生在乱世 注定不会安稳 唐熙宗中和三年三月 因受上官欺压 杨行蜜带头起誓 占了卢州 自称八营都支兵马使 朝廷禅弱 对天下此起彼伏的动乱 无力坍压 便顺水推舟 承认集成事实 遂任命他当了卢州赐使 卢州赐使归属淮南捷渡使统治 杨行蜜成为赐使的时候 淮南捷渡使是高平 高平早年颇有威名 曾出兵领南 从南昭守中收复安南 实为唐末名将 往后调任负数的淮南 当节度使 实力之强在唐末诸多藩阵中 数一数二 皇朝之乱爆发后 高平眼见唐朝行将就墓 居然做起了拥兵自重 割据自雄的美梦 然而他迷信神仙 宠信方氏 闹得不重 离心离德 光起三年 淮南捷渡使治所扬州 发生兵变 高平 被手下大将秦延 碧师多等 先囚禁后杀害 杨行蜜抓住时机 以讨伐叛军为名 火速进攻扬州 实际上是借此夺取地盘 这次扬州争夺战十分惨烈 更造成极大的兵火 杨行蜜围城半年 水泄不通 城中粮草殆尽 居民大半饿死 守军为了存活 抓百姓卖给肉店 屠户就把活人全当猪羊 宰割出手 乃至破城的时候 曾被称为富甲天下的扬州城中 只剩下移民几百户 杨行蜜虽然拿下了残破不堪的扬州 但螳螂不缠 黄雀在后 中原强势军阀 秦宗全趁机派部将孙儒前来争夺淮南 秦宗全曾经追随过黄朝 黄朝覆灭后占据蔡州 残暴超过黄朝 称得上是千古罕见的混世魔王 他的军队纪律非常恶劣 所到之处如蝗虫过境 人烟断绝 精真必也 按理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军粮势必无处筹措 结果 野蛮人用野蛮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秦宗全派兵四处掳掠百姓 杀死以后 将尸体用盐腌制起来 冲作军粮 放在大车之上 军队流窜到哪里 就吃百姓尸体到哪里 竟完全不需考虑后勤问题 这样的军队杀入淮南 犹如虎豹过境 杨行蜜同孙如交战 经常是归 最严重的时候 连最后的据点 宣州也差点丢掉 但是在为期几年的反复拉举中 杨行蜜找到了孙如的致命弱点 第一 淮南百姓不愿意跟从残暴的孙如 民意逐渐归附杨行蜜一方 第二 孙如没有后方 他攻打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城池坚固 一石难取 附近又无良可抢 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杨行蜜看清楚了这一点 咬紧牙关坚持与孙如作战 到了景福元年的夏天 终于一战秦获孙如 把他杀掉 除掉了这个心腹大患 奠定了自己在淮南的基础 从此以后 杨行蜜以杨周为中心 具有江淮之间广大领土 朝廷任他做淮南节度使 尽管这时 距离他受唐朝封吴王 还有十年之久 但十国中的吴 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 不过杨行蜜的形势仍很紧张 来自中原的军事压力 始终挥之不惧 中原群雄经过长期混战 秦宗权 朱轩等势力先后覆灭 朱温脱颖而出 并在日后建立了五代之一的后梁 前宁四年 朱温以大将彭尸谷为统帅 带领七万大军南下 屯兵清口攻打杨行蜜 清口是四水流入淮河的交汇口 堪称南北交通咽喉 由此向南可直屈扬州 而且清口地处大运河沿岸 无甚险阻 若庞尸谷一战而胜 淮南必将被朱温染指 朱温是将取尽东南的之高 好在杨行蜜带领三万兵马 以寡击中击溃朱温军 歼灭万余人 更振战庞尸谷 获得决定性胜利 朱温吞并南方的幻想 从此破灭 杨行蜜升危大振 在淮南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 往后 他以召集流亡 与民休息作为主要的政策 仅仅几年时间 将淮一带的农业生产就逐渐恢复 公私复数 挤付 成平之旧 而他所建立的五国 也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 由于强大的淮南政权的存在 中原方面争霸的地盘 有了极大的限制 中国不能成中国 守不顾 兵不强 石不玉 从这个意义上说 淮南之雄杨行蜜 不失为奠定五代 十国南北割据的关键人物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杨行蜜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国家 居然最后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杨行蜜去世后 他的儿子们无力控制局面 吴国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全臣徐温手中 徐温是海州人 年轻时是个私盐贩子 没读过书 他跟杨行蜜大体是同辈人 杨行蜜起兵卢州时 徐温就是他的三十六弟兄之一 后来他成为杨行蜜集团中的智将 经常出谋划策 唐昭宗龙纪元年 杨行蜜入主宣州 当时诸将都争抢金箔财物 只有徐温取粮仓中的米 熬粥来阵迹灾民 此举为杨行蜜赢得了人心 待到杨行蜜死后 徐温在宫廷政变中笑到最后 身兼左右雅都指挥使 独揽吴国的军政大权 这时候杨行蜜时代的老将速将 还有很多 其中有人不服气 声称不认识徐温 徐温要独断朝纲 必须限制军人收取民心 徐温为此做足了准备 宣布要实行良好的政治 让老百姓每天晚上都可以脱掉衣服 安心睡觉 而且禁止军事欺压百姓 此外 他用心审讯案件 自己不识字便令人念诵词状 用心思索 力求判得公平合理 杨行蜜的老部下 如果公然抗命的 他毅然出兵讨伐 畏惧来见的他以礼相待 如此这般 统治集团内部逐渐稳定了 后梁真明五年 徐温做主 拥戴杨行蜜的子子杨龙衍为吴王 自己则做了大丞相 都督内外诸军士 封东海郡王成为司马昭一般的人物 徐温之后 其子徐之告继续掌权 徐之告其实不是徐温的亲生骨肉 而是战争中落来的孤儿 他生于冰火战乱的岁月 自幼父母巨师 这使他颇知民间疾苦 他曾经对手下人说 我生长在军旅之中 看到人民受到的冰灾 实在是可怕 所以再也不忍谈到大仗 这一席话看来是由衷而言 而且确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心声 他谴责的战争 也的确是非正义的军阀混战 徐之告苦心经营十年之久 既要防范杨士与党夺权 又要对付徐温的亲生儿子实在不轻松 直到后进天赋二年 他才受吴王善让登基 随后 徐之告自称唐出吴王 李克之后 父亲为李 更名为辩 并改国号为唐 这就是十国中的南唐的来历 吴与南唐 一脉相承 号为两国 其实不过是进行了两次 礼带淘江 权力由杨家转移到徐家 再归于李变而已 在北方 武力凭暴力截夺忽起忽灭 经历了梁唐晋三朝 这样的政权更迭在吴国只准一次 徐温 徐之告父子谨慎缓刑 远比北方武夫有事件 换代本是统治阶层自己的事 但往往因伤害民众 南唐代替吴 国内免于战乱 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 李变 虽说做了南唐开国皇帝 倒也没有忘了干爹 还给徐温上了一个一组的庙号 供奉起来 全然不顾徐温跟李唐皇室一戏 并非一家的事实 恐怕也只有收养一子成风的五代乱世 人们对此夺夺怪事 才会不以为武 实际上 十国中最为弱小的京男 或称南平的出现 也跟义父子关系有关 京国的建国者高继兴幼时在汴州妇人李让家做家童 后来 李让让朱温做干爸爸 又奉朱温的命令 收高继兴做干儿子 两人都改姓朱氏 高继兴在朱温手下接了许多军功 做了大官才父姓归宗 后梁开平元年 朱温任命高继兴为京男节度时 历史上通常以此为京男的开始 其实他只是后梁的地方军政长官 实际上还不成其为国 朱温死后 高继兴见后梁衰乱才做割据的打算 后梁灭亡以后 高继兴又臣服后唐 受封为南平王 因此京男又叫南平 高继兴本来叫纪昌 后唐时 未必后唐十足 李克勇的父亲李国昌的名讳 才改为继兴 这个国的附庸地位 在这上面也表现得很清楚 京男辖地不过京咒一代 地小俐弱 不过勉强维持而已 阳无至南唐 这个科剧政权 虽然早已出现规模 但李变持至后进天赋二年 方才争帝 比起王剑 登上大蜀皇帝的宝座 竟足足晚了三十年 王剑又是什么来历呢 王剑与杨姓密差不多 出身低微 他原是许州武阳 一个秉氏的儿子 年轻时惊喜全勇 干些屠牛 偷驴 范思岩的勾当 故乡里人贴他起了个外号 骂作 贼王霸 后来 投入蔡州中武军 从士兵升作队长 又升到都头 指挥一千人马 王剑跟着蔡州的军队 镇压过皇朝起义 后因护驾有功 被调到西川 逐渐纠合破产农民 和少数民族人民 扩大军事力量 到唐昭宗前宁四年 王剑终于攻下东川 成为盘踞四川 兼距汉中 隆东的一方霸主 王剑从社会的底层上来 懂得创业的艰难 也懂得人民的疾苦 他要在巴蜀立业 便留心刘备诸葛亮 建立蜀汉的史事 要模仿他们的作为 后来 宋朝熟悉巴蜀情形的人 发表评论 认为王剑确实可以和刘备相比 是个好的政治领袖 有人说 他对人民的剥削并无算清 但也承认国家仓库很充实 可见 农业生产却有发展 经济情况是良好的 成都这座锦城 在王剑进兵工程时 居民生活困顿 在王剑的治理下 却慢慢恢复了繁荣的面貌 著名的蜀锦 也仍旧是当地的特产 唐昭宗篇幅三年 唐朝廷封王剑为蜀王 在朱温 咄咄逼人窥伺皇帝宝座之际 已成封中之主的唐朝廷 寄希望于王剑 杨行觅 李克用等 翻阵亲王 只可惜 王剑治不在此 后梁开平元年 唐氏善未给朱温 朱温称大梁皇帝 前使告语天下 王剑居不承认其正统 还故作姿态 一席诸道 说要联合关中的 齐王李茂贞 探员的晋王李克用等人 组成联军 讨伐朱温 兴富唐氏 不过 这种耍嘴皮子的把戏 自然无人响应 眼看天下诸侯都无动于衷 王剑立即自谋称帝 国号大属正是独立建国 史称前属 王剑的政治态度 虽然并不足道 但他在维持统治方面 可谓煞费苦金 他有一篇告诫太子的文字 列举应该注意的事项 这类事项是亲自审判案件 不让任何人受冤屈 也不让任何人逃脱 应受的刑罚 不可骄傲自满 不要相信小人的说话 不要贪声色油烈的享受 安抚百姓 后代士族 这几条显然是他自己总结的政治经验 也有向另一位蜀中君主刘备致敬的意思 王剑死后 太子王衍继位 可惜的是 这位顽固子弟 根本不接受父亲的遗训 荒淫奢侈 国事很快便衰落了 王衍统治下的前蜀政治腐败 后唐同光三年 后唐庄宗 李存旭 发兵六万 进攻前蜀 蜀军三军不战 束手而详 后唐仅用了七十天就灭了前蜀 后唐随即委派孟之祥去镇守蜀地 此人是李存旭之父 后唐十足李克用的侄女婿 显然亲戚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前蜀 自然也有后蜀 后蜀即为孟之祥建立 孟之祥受到委派后 于次年争与到差 见蜀弟弟是显耀 在入蜀之初就有割据的图谋 恰逢当年后唐朝廷发生政变 庄宗被杀 明宗几位 孟之祥先安定西川 继而平定东川 又染指山南 重新具有川属全版图 而孟之祥和他手下的大臣将相 都是后唐的官僚 其中还有从后梁祥唐的人员 无论君主还有臣子都没有卓越的见识和魄力 不可能创建一个有新迹象的政权 由此可见 后蜀不过是前蜀割据的延续 孟之祥能够做的只是收拾前蜀的残局 使蜀中恢复小康粗安的状态罢了 孟之祥在后唐英顺元年正月称帝 正式脱离后唐 建国号为蜀 史称后蜀 半年后即告去世 如此而已 杨行蜜经过苦战击败了强敌孙儒 但孙儒这支形如流寇的武装并未被彻底消灭 残部向西窜入今天的江西湖南境内 并一直流到了潭州才算有了固定的地盘 马阴就是这支残部的先锋将 马阴自霸图许州浮沟人 虽然自称是汉代福波将军马元的后代 但实际上家境贫寒 少时还做过木匠 皇朝之乱爆发 马阴参加许州刺史 薛能的军队 薛能因兵变被杀后 马阴又成为混世魔王秦宗泉手下孙儒的皮将 到了潭州之后 更是摇身一变成为统帅 他以一个小木工的出身 成为镇压农民起义与江淮翻阵争雄的军阀 最后走上统治湖南的舞台 实在令人感慨 命运之变幻无常 唐昭宗前宁二年九月 已经习惯顺水推舟的唐朝廷正式授予马阴 潭州刺史的职位 这是马阴统治湖南的开始 光化元年 朝廷又任命马阴为武安留后 后两取代唐朝之时 马阴官拜武安军截度时 后梁建国 朱温要拉拢马阴 封他做楚王才有楚的名称 马阴在位三十五年 名义上先后做过唐后梁后唐的藩臣 事实上是独立的割据者 唐木的湖南小军阀分起各据一州 马阴开头只有唐少两州 湖南的恒永道称以及西部的郎州 都有人各占一方 马阴攻灭群雄才算是全有湖南 和指挥破坏的秦宗泉孙儒等不同 马阴特别注意发展商业收取商税 楚国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朝共关系 便可以在京城以及湘 颖 富等州 设立礼物卖茶 获得巨额的收益 相比之下 杨氏吴国与中原对立就无法办到 除了官营的商业 马阴及其继承者也提倡民间自己造茶 让商人饭允销售 向政府纳税 而且除税茶以外 其他货物都不收税 马市统治区内只用铅铁铸造的钱 客商带出境外没有用处 只能换了土产而去 因此 湖南的农业 手工业 商业都有发展 人民的生计 楚政权的财政收入都比较充裕 马鹰在这方面确实大有贡献 除了马楚之外 十国中的敏国建立也与秦宗权这支流寇有着直接关系 当时 河南有个屠夫王旭 他聚重起兵 攻占光州故使 后来也加入了秦宗权的部队 故使献立王朝出身农家智勇双全 与兄弟王沈芝投入王旭军中做了军校 王沈芝便是日后敏国的创建人 唐锡宗光起元年 王旭与秦宗权决裂 率领部队五千余人进军福建 攻下张听二州 自称听州刺史 王旭部队所到之处滥杀无辜 他本人对待部下也是非常残暴 王朝 王沈芝兄弟不堪其辱 与将士密谋除掉王旭 王旭修奋难当自杀 于是 众将士推举王朝为统帅 王朝统兵 既一律极为严明 不但深得兵心 也受到福建人民的拥护 泉州刺史 料言若贪暴 居民听到王朝的军纪严明 便要求他前去讨伐 光起二年 王朝攻克泉州 就把这儿做根据地 景福元年 王朝又进攻福州 泉州人民自愿捐献粮食 补助军费 可见 他确实受到人民的拥护 四年 王沈芝打破福州 从此 王氏占有福建全部 敏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 但是王朝的身份只是 唐朝福建观察时 威武军节度时 前宁四年底 王朝去世 王沈芝接替了他的官职 后梁开平三年 朱温封王沈芝为敏王 这才有敏国的名称 王沈芝统治二十八年 至后唐同光三年去世 王氏弟兄崛起于草莽之间 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 自己的生活较为简朴 他们注意选择地方官 减轻负义与民休息 三十多年中 福建一境艳燃 当时有人劝王沈芝称帝 王沈芝回答说 我宁为开门节度时 不作闭门天子也 中王沈芝一声 闽政权在名义上 都是中原王朝的藩属 后梁时使用后梁年号 每年由海陆北上至登州 来州登陆后向后梁进贡 后唐时同样向后唐纳贡 敏国统治者来自中原这一点 对后世也影响极大 福建人将王沈芝奉为开疆王 如今 十部福建的族谱 甚至有九部说 自己祖上来自河南光州故事 可见 王沈芝影响力之强 无论是杨吾 南唐 前属 后属 还是京南 楚 敏 这些割据政权都有一个共同点 创业的君主清一色 都是来自长江以北的外来人士 这当然是由于在晚唐时期 中原依然是华夏政治 文化 经济 人口重心所在的缘故 五代时期 十国之中仅有的一个 本地人创立的割据政权 这个政权也与敏国毗邻 太湖前唐江流域 是长江以南开发最早的区域 早在史前时期就出现了两主文化 春秋战国之交的吴越两国 又相继崛起 震动中原 汉卫之后 世人对三吴地区的评价 以从西汉时期的蛮荒之地 一变为高于丰饶 组建东南地区发展至迅速 十国之一的前世吴越国便出现于此 吴越国的创始人 钱流出身也很低微 他原是杭州临安的原范 唐朝廷为了敛财 变本加厉地推行食盐专卖政策 一方面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 私盐贩卖活动的猖獗 四眼贩子为了对抗政府的镇压 往往携带兵器 解放而行 因此 钱流精于全勇 射箭史硕的本领都很出众 唐熙松潜伏二年 钱流投入杭州地方武装 董昌部下 这是他戎马生涯的开始 自唐中和二年起 至光起二年 钱流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 帮助董昌 以一州之力击败了 拥有浙东七州的军阀 刘汉红 这场战争之后 董昌将至所从杭州迁徙到粤州 自称浙东军府市 钱流则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开始有了自己的地盘 展开了与群雄逐鹿于江浙之间的战争 钱流成为杭州刺史后 接连占据了润州 长州 苏州等地 七陵土之街 与淮南的阳行密毗邻 孙如所不难下时 也曾经派兵攻打 钱流所占之地 但被击腿 当地居民才算逃过一场浩劫 唐昭宗警服元年 钱流和董昌产生矛盾 在浙江形成了对峙局面 董昌是目光短浅而又狂妄自大的土军阀 竟以区区岳州弹丸之地称帝 国号大岳罗平 渐元顺天 恰好给了钱流讨伐董昌的借口 两军交风 董昌一战而败 钱流就此确立了在两浙的统治地位 唐昭宗前零三年 唐朝廷封钱流 镇海 威宁两军节度时 这就是吴越建国的开始 至于吴越王的名号 则是后梁太祖朱温逢的 钱流所下江土 大抵相当于今天的浙江全省 上海市 以及江苏省的苏州一带 当时的诗人冠修和尚 曾经献给钱流一首 献钱上赋 内有名句 满堂花醉三千克 一箭寒霜十四周 其实 当时吴越国内并无十四个州 此数只不过是因为 钱流坐过镇海军节度时 而镇海军节度时辖境内 有长州 润州而已 虽然此二州 已被淮南势力夺取 钱流显然还是认为 润长在法理上 是自己的地盘 从钱流开始 吴越国修筑前滕江 汉海石塘 治理太湖 开凿灌溉渠道 输郡西湖 整理建湖 建设苏州 杭州城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的美称 虽然是宋代才有 美景却是吴越国式奠定的 不过 苏杭似乎应该倒过来 叫杭苏才对 因为当时 杭州是吴越和南宋的首都 其地位要比苏州高得多 五代的十国之中 北方只有一个北汉 其余九个都在南方 北汉出现较晚 而且政权持续时间较短 与之相对的 还有个南汉 南汉 与其他各国不同 建国的首脑 不是草莽英豪 而是上层的地方长官 实为一个艺术 南汉的建立 与秦末的南海 为兆驼堵塞 南岭中的通道 聚兵自首 进而自立为南岳王 如出一辙 各中原由 显然与南岭山脉 隔绝南北交通的地势有关 就像唐代顾祖余所说 岭南当中原多故时 尽不能以有为 退 尤可以自立 南汉建国者刘尹 也是北人 另说为大石上人的后裔 其祖上因经营商业 从北方迁居泉州 刘尹的父亲刘谦 弃伤而观 到广州做牙匠 向社会的上层爬去 他娶节度时 伟昼的侄女做妻子 伟氏是名门大族 伟昼本人做过宰相 刘谦配了这门高亲 社会地位又上升了一步 伟氏愿与一员牙匠同婚 显然是受了南海富商财产的吸引 刘谦后来做了丰州刺史 此后儿子刘尹继承了他的官职 唐昭宗前零三年 唐宗室学王李芝柔 到广州做青海军基督时 被叛将所拒 刘尹镇压了叛将 保护李芝柔进广州 从这时候起 刘尹事实上已经是南霸天了 但历史上 或以刘尹做岭南基督时 或以刘尹的兄弟刘衍称帝 作为南汉的史年 前者是唐天佑元年 后者是后梁真明三年 在四海鼎沸的时候 南汉却成为一块安全的乐土 南迁避难的官员为数不少 原在岭南做官的也都再次落后 这对传播中原文化 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此外 刘家云是南海富商 刘尹弟兄称盲称帝后 贪欲更加发展 竭力搜罗南海珠宝 这种商业 纯粹是为统治者的奢华生活服务 但广州这个港口日益繁华 毕竟也是喜闻乐见的 在乏善可陈的南汉流逝建国大业中 有一方面倒是值得一提的 这就是在历史记载里 南汉的统治者显得颇为狂妄 甚至将堂堂后堂皇帝 视为骆州刺史 这一般气概甚至是 与中原政权分庭抗礼的 前属杨武所不具备的 当然 其中的奥秘 原始学家胡三省 早就说得十分透彻 南汉主之所以能中其逝者 以辟出海域 而中国未有真诸儿 这一说法虽有夸大中原帝王 个人作用之嫌 但却指明中原政局 关乎南汉村王的事实 一级岭南之事 在于岭北 实际上 又何尝只是南汉如此 唐末大乱乱在中原 因此豪强才得以在南方 纷纷称王称帝 偏安一遇 恰如三国时期的曹操所言 涉使国家无有辜 不知当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残堂的逐鹿之争 所欠缺者 正是这样一位曹梦德而已 当中原定定 这些割据边疆的势力 或被征服或主动投降 都只是时间问题 终究抵不过分九必合的历史洪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